《古典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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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在古典诗里边 要选一首 大家能朗朗上口 又覺得很喜歡 但是呢 要說你喜歡在哪裡 為什麼喜歡 這一首詩怎麼樣講 恐怕一百個人就一百個不同的講法 我曾經把這個歷朝歷代的這個 對這一首詩的解讀 類似唐詩品惠、李毅山這個詩集集著這些 看看呢 我沒有完全去觀察 但是我瀏覽過的有十幾種不同的講法 我發現他們對於詩的解讀都有一個共同的毛病 什麼共同的毛病呢 就是沒有先從自性入手 然後再運用感性 也就是說每個人解讀詩呢 大態啊 就是直觀神物 對裡邊有什麼意義感受 就這樣 各說各話 但是我們對於韻文學 詩 我們已經講過他的聲情 對不對啊 也講過他的詞情 那聲情建立在他每一個字的字音、憑著 還有呢 他的音、解、形式 他的押韻、協韻的種種 詩情建立在什麼啊 每一個字的意義 每個副詞的結構 尤其我們這兩個禮拜所談的什麼啊 他的語法的結構 也就是意義結構形式 我認為這是非常根本 如果呢 沒有這些根本 而在程序上要先自性還是感性啊 要先自性 自性就是你老老實實的 把每個字、每個音、每個副詞 生情怎麼結構 詞情怎麼結構 先弄得清楚 這首詩的整個章法 整個章法的結構 這首詩的 裡面的線首沒落的呼應 之間的這個組合 都弄清楚了 然後呢 我想啊 就不會意識亂流 就不會呢 這個 啊 像 一個沒有這個什麼呢 沒有這個 就是鼻子自由飛行的翅膀一樣 你愛怎麼飛就怎麼飛 啊 我們現在就運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請問 這一首詩有沒有題目啊 有 題目叫做 謹色 按理謹色 就是要來勇物詩 要來歌勇謹色 可是事實上 他又不是在歌勇謹色 他只是像怎麼樣 先情諸子一般 像倫語 他沒有偏名 他的偏名就是怎麼樣 倫語的第一章 是什麼 學而實習之 一說他就學而偏 所以這個有偏名等怎麼樣 沒有偏名 所以他事實上是個無題詩 就好像 我們所謂短歌行 他有沒有詩的題目啊 短歌行是一個樂福怎麼樣 樂福的一種這個形式 題材 對九當歌的人生幾何 也不是在說 在根據短歌 這兩個字來寫作 這是古詩常會有的現象 我和各位常說過 後來有題目以後 你作詩作文 要不要入題啊 就要入題 像先情諸子裡邊 把題目 扣得最緊 在整篇文章 章法的啟程轉合論述 非常詩密的是哪一個人啊 尋詞 你們要讀作文啊 這種作文的入手章法 多讀一點尋詞 寫詞的章法非常詩密 好 所以這個沒有像唐詩那樣 我和各位說過 我們欣賞唐詩要從什麼入手啊 切入啊 題目 題目 所以這首詩 我們無題可入 因此我們只好一個字一個字來研究它 謹色 無端五詩選 一詩一著詩 要怎麼唸呢 詩要怎麼唸 詩華年 詩華年在生情上都不對了 因為它是怎麼樣 三平年幼 詩可以讀詩也可以讀詩 在生情方面 詩要以聲音為主 不管意義 詩華年 詩漫示詩 詩詩 讓一詩詩 這麼唸 詩詩 詩詩 六詩 一詩詩 詩詩 從四詩詩 十岩 裝生小夢 裝生小夢迷糊的 旺帝春心撲杜鑽 長海運命豬有的 南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沉醉 只是當時已往然 這裡面的讀音 入生要掌握清楚 剛才我讀的都已經告訴各位了 我們看看這裡面 需要來研究什麼叫景色 如果你沒有把景色弄清楚 對這個詩的解讀 它的自性方面就不會那麼清楚 各位 色和琴 在我們先琴 是一個家庭裡邊常用的樂器 常用的樂器 所以呢 古人 如果家庭都聽到了彈琴彈色的聲音 覺得主人是健康的 這個家庭是和樂美滿的 所以琴色和明 後來就被用為怎麼樣 夫妻美滿和豪的 隱身的意義 在這裡 在這裡 如果呢 你到人家的家裡 看到他的琴和色 卻掛在牆壁上 不能談 不能談 沒談 那叫琴色在壁 暗示你 主人生病了 主人家裡有事了 這個意義 在古裡上 那色呢 又有大色 小色兩種 小色在它的那個 木板上 是雕落彩繪的 雕落彩繪的 雕落彩繪的 所以呢 它叫錦色 錦就有華麗 雕繪的意思 這種在 我們先前的考古學上 是發現過的 發現過的 出土一個墳墓 出土的三個色 兩大一小 那各位 小色大色有什麼分別呢 你們想一想 家庭用的一定是什麼 小色還是大色啊 小色 當然是小色 精美 大色用來幹什麼呢 在一個樂團裡邊 來做交響樂 來合樂的 那個才是用大色的 所以在古代的這個樂弦裡邊 唐上之樂 古代聽堂上邊演奏的 是樂功 和他彈唱的社 唐下之樂 就是中慶 大吉樂的皮啊 鼓啊 之類的樂器 我和各位說過了 我們古代的樂弦 非常的盛大 論樂隊的人數幾百個人 接近千人的 我沒有仔細算 但是從他的圖看來 那接近千人都沒有問題 起碼幾百個人 所以我們的樂弦 崩庭的那個樂運 真是讓當今世界各民族 是嘆為觀止 那麼謹色就是家庭的樂器 用來紓法於誰抱的 所以這一首次開頭 他已經告訴你怎麼樣 他用來抒發自己的情懷 有警示這兩個字 那為什麼叫無端古時弦呢 無端是什麼意思啊 不知道從哪裡開頭 沒有一個這個什麼呢 頭緒可以讓你掌握 也就令人感覺怎麼樣 非常迷漫 不知道如何這個什麼呢 來切入 來著手 無端 那五十弦呢 是從這個古代的傳說 說社原來是五十弦 後來頗為二十五弦 那不管他幾弦 這五十弦的色 表示他怎麼樣 色音是多 無端 你不知道從哪一條線來談起 哪個音符開始 這象徵著這個詩人 他懷抱著景色 他要演奏景色 他沒有關係 也就是胸中引發了什麼樣的情緒 是單純的還是紛擾的啊 紛擾的 可是他還一弦一柱 四華年 他還是 各位知道 每一根弦在色上 都用什麼來固定它 柱 你挪動這個柱 弦的這個長短出現 啊 所以一弦一柱 表示呢 他彈射 是要仔仔細細的 來演奏他 他要把他胸中 雜亂無章的 紛擾的 紛擾的 詩序 要好好調適 整理 他仔仔細細 結果他要談的是什麼內容啊 很重要的三個字出現啊 詩華年 尋詩追詩 那什麼叫華年 華年就必須要把他講就清楚 華年就是 像花一樣的歲月 是不是也就是一個人 生命中 最為發光發熱的時代啊 請問一個人的華年 能不能像我這樣叫華年啊 頭髮擺來就叫華年 當然不是 像各位都在華年之中 可以發光發熱 生命大要作為 也就是說 生命中 最精彩的那個歲月 所以 像這三個字 各位就可見 這一首詩雖然沒有題目 但是已經怎麼樣 告訴我們怎麼樣啊 阿木地在幹什麼啊 撕華年 這個就是解這首詩的鑰匙 切入品 一般人居然都忽略了這個很明顯的這三個字 那華年裡邊所詩的華年當然有華年的內容情懷啊 那這情懷內容是什麼呢 所以這四詩就是來突襲 來說明華年的怎麼樣 華年的內容 華年給他的種種種情懷感受 那麼這個情懷他有沒有說出來啊 有啊 屬情 屬情就是 那這種情懷 那這種情懷是什麼呢 是可待成追一的情懷 所以可待成追一就是他的情懷 情懷的內容 情懷真正的感受 然後最後一句又要補充 只是 當時無往南 在華年時候 是追世出來的那個時候 他怎麼樣 當時是什麼當時啊 就是華年 華年的時候 就是清風楚楚 一往南 什麼叫往南呢 往南已若失 也就是說 在那時候 他有沒有 真正 真確的 擁抱 或者實現 他華年裡邊 所要追求的 有沒有啊 沒有 這整首詩的情調 其實就是 那麼的明顯 你就不要去附會 他和哪一家的丫頭戀愛 也不要互惠 他是拿著 謹設在說明 歌詠謹設 在說明做事的方法 也不要說 他在民族黨征裡邊 或者是在追 悼念他的太太 反正十幾種的這個說法 歸納出來十幾種 各個說 差別很大 這已經清清楚楚 告訴你的 好 好 那麼 為什麼 經代人號 他的路詩 決舉 古人喜歡 寫決舉來 做詩的評論 最喜歡開口的是誰 就是 就是杜魯的 細微六追劇 後來 歷朝歷代 都有論詩的追劇 清代人 清代名代都有 到了我的老書 鄭謙珍我先生 最了不起 我記得有白索 就用詩句 來評論詩 今代人 今代人原號 忘記之心 托杜魯宣 就是以這一 來 代表 這一首詩 家人景色 宴華禮 請問這裡的家人是誰 這裡的家人 主的就是 李商人 作者 因為古人 對家人 美人 嘗試 你們 象徵的意義 這個 就從屈原的 開始以後 所以 李商人的景色詩 就是在 變華麗 詩家總愛西昆好 因為李商人 各位知道 是宋太 這個什麼呢 崇尚的西昆 就晚唐的李商人 這個 詩封 此彩華麗 但是這個詩意是怎麼樣 明朗還是粉色的 粉色 所以說 不恨無人 做政監 可是就沒有人 像鄭康成、鄭玄一樣 來解讀經書 把它監住出來 意思就是說 西昆提的華麗 喜歡用掌 容易不容易 讀得通啊 讀得清楚啊 解釋清楚啊 解釋清楚啊 很愛 你看 清代了 元翰 問都說 不恨無人 坐正監 清代了王室真英就說 一篇 謹色解人啊 那 後來呢 我在聯合報 就寫了 因為一個報紙一版 大概三四千字 我就寫了 就不知道哪一個什麼書 哪一個書 就是一篇謹色解人奶 把我今天要講的大語 寫出來 因此這詩句 如果能夠把它講清楚 那麼 這一首詩的 《詩華麗的內涵》 就可以了解 李桑銀 是個作者 李桑銀的《生平事記》 我們知道不知道啊 當然知道 詩人寫作一首詩 你入性 這個 自性 的考察 要不要結合他的生命詞啊 一定要結合他的生命詞 所以這詩句 可能 含長著他的生命 遭遇在裡面 一些比較浪漫的詩人 所喜歡運用的 兩種的這個什麼 語言 哪兩種語言呢 一種就是歷史性的 這個人 事故 把它拉開看 現代的句 寫著歷史人物 和射的是現代 但是不去 更近的故事是什麼呢 喜歡用神話傳說的語言 神話傳說 尤其神話 是不是鄧漢 我們現在的呢 有一個距離啊 有一個時空的距離 拿這樣子呢 來公序 他比較生存 內運的 他思想情感 李商人 也是他子 我們的張華 剛才說從張華 蘇華蓮就是他的親母 蘇華蓮的一個呼應 呼應此前 不應當時 好問題 這是前後怎麼樣 不應 這四季好問題 就是華蓮的內蠻 那這四季的關係 各位來先品味 如果說 生命最發光發熱的歲月裡面 會不會照樣有 照樣有什麼 有愉快 也有什麼樣 愁慘 輕的話就是愉快 反面的就是愁慘 就拿這個來說 各位來 感覺看看 裝生小夢迷糊地 好問題 這個是用啊 用啊誰的典故啊 裝子 夢為蝴蝶的掌固 裝子弄作蝴蝶 是悲哀的呢 還是清淺愉快的呢 逍遙自在的呢 細則裝作什麼樣 夢為蝴蝶 偏偏染蝴蝶 我夢見作為幻化作蝴蝶 我揮起來輕鬆愉快的一隻蝴蝶啊 然後呢 不知 這個蝴蝶 和裝作之間還有什麼分別 然後呢 而蝴蝶嘴會醒過來 這蝴蝴蝶 裝作蝴蝶 又是一個什麼呢 心境非常平坦舒服 蝴蝶蝶 平坦舒服 逍遙的 裝作蝴蝶啊 變蝴蝶的時候 蝴蝶是偏偏然的蝴蝶 自在自由飛翔的古典 各位 讀先秦诸子一定要知道古代的一种哲学 形变 形变的哲学 也就是说 形体可以变化 但是心智是不变的 譬如说 不明有雨 其明为昆 昆之大不知其几千离叶 化为鸟 昆于变鸟出的形体变化 昆之背 不知其几千离叶 各位看看 这里边有什么不变的 昆于变为鸟 这是行变 昆于本身之 其大 不知其几千离叶 大是什么意思 不是在这里下面 它的生命力 生命力就是它的神 它的主体 转变为昆于 昆于的背 也不知道有几千离 是不是同样大 所以 彭化为昆行变 其不变者 是在彭之大 昆之大的大神变 这两句是谁的啊 陶渊明 写他读《山阿经》 他说有一个神 天神叫行变 你看从他领主 他专门按上衣 对抗 就是行变 行变有个特色 他的武器叫干器 什么叫干呢 盾牌 七大胡同 他舞动着他的盾牌 拿着他的大胡同 结果怎么样 要和上帝争地位 结果被上帝 把他头一砍啃下来 可是他头被啃下来 所以马上呢 把他的两根骨 两骨 化成眼睛 肚鸡眼 变成嘴巴 照样在那里 我们呢 干器 继续抗争 所以呢 这样的故事啊 我们呢 现在 我们台湾领寻想他说 他的母字 他虽然呢 不干器 行离被残杀 他的母字 是永远存在的 就是行变 神不变的 好 那金卫鸟的故事 金卫鸟 是鸟的女儿 在东海海边玩耍 结果怎么样 被海水把它淹死了 它是化成金卫鸟 这个金卫鸟呢 一天到来 就到西山之上 用小嘴巴 咬一块 小石头 每一天不停的 飞来飞去 把这个小石头 就往东海丢下去 干什么 要把东海填 填为陆地 可见是他爆肥 金卫鸟 我是被你淹死 我就要拿小石头来 帮你 爆肥 把你淹掉 这种心情的故事很多 我们今天要认识 这个显然是假借者 写的故事啊 庄舟梦围古蝶的故事 来写李商言 在什么时候啊 在华联的时候 愉快 愉快 各位每个人都有 会有这种经历 李商言二十六岁 跑上近史 当时候 当时候 有一个呢 杰杜祖 叫练武祖 欣赏他 他的头奔他的男将 和他的儿子 练武靠 成为好朋友 一起读书 然后呢 他三十一岁的时候 就 被选入 秘书神 做正主 什么叫秘书神啊 唐代的唐宋监 的国家图书馆 这是明清的汉林院 读书人呢 最希望的出生 考上近史 能够再到国家图书馆 去读书 一边做读书 一边做事 将来回房腾达 路途坎 非常的平坦 所以你们 只要 读书人 他 出生理律 明清的 考上近史 然后 选为 汉林 或者 宿籍士 像 宿籍士 众多的美好读书人 都是等于 各位现在大学毕业 考上研究所 继续进修 将来 薪水比人高 职位比人高 所以啊 政治的意思 就是教会 不要以为了不起 但是这样的一个履历 对读书人 说是很重要 他和令武陶 全门之下 后来令武陶还做了大观 所以因此呢 在这样的岁月里边 他可以说是 庄生小梦 迷雨的 可是什么叫小梦啊 清晨的那一梦 清晨的梦 小梦是短暂的 还是长远的 清 薄 又快速 表示他这样一块水 长不长 并不长 因为他 后来 他 娶了 他的太太 他太太是水的鸟啊 而他呢 就是在唐代 各位知道唐代的政坛 有牛里 党 针 牛是什么 牛谁啊 牛生路 牛生路 他的藏人就是 他的藏人就是 李得益那一派 令胡 除令胡桃就是 牛生路那一派 那就很麻烦 所以呢 你看 你看 下边 旺帝 春心 托杜绝 什么叫旺帝啊 神话里边的故事 所以这个是神话对神话 旺帝 就是 这个 四川蜀国 古代 传说的一个帝王 这个旺帝 做一个国君来说 非常 子爱百姓 非常子爱百姓 很照顾 为他们 这个 薪水利 是百姓安居 而已 可是他生命里边也有 一个什么 很难 起始 难以磨灭的 那个情怀 就是他和 他的这个 宰相 悲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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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就是 灵魂的灵 悲灵这个宰相的太太 发生 不努力之力 因为 这个样子 他们 这份情感 很深 但又是 难以实现 又是被 责备 各位如果说 从李商营的诗里边 有一些 记者 在李商营的诗里边 有好多 无提诗 恐怕 迷露出 很长眠 悲苦的一种 分外的情 这是很 显然的 像生物彩鳳雙飞 心有灵气 一点同 这个 这个难以情感 不能 相遂的时候 的相识 我没有 像彩鳳的 雙飞 飞到你那里 只能 平靠着 对你的一份 生存的相识 之道 相书 料无益 为凡 惆怅 慵怅 顺猝 相识到几点 是好用处 只好让他 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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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惆怅 然后 这个 孟威 也 被 提南化 书 被 吹成 莫未干 又贾树毁年寒怨上 付非留诊魏王朝 像这个利用了两个典故 一个用朝子剑和他少少的典故 一个利用蒋安宫的典故 还要追索 整首练给各位听 相见时那对于难 你们都应该会变 东风无力薄花产 春产到时四方见 那句成灰略死干 小镜但从云并改 月云映觉月光寒 澎山逐去无多路 清凉阴晴未坦堪 约是这样的诗难很多 所以在李毅三的生命里边 有一种燃心的恋情 应当是绝对存在的 所以呢 像旺帝春心托渡间 请问汉小孟盟友的情函 是相劣势的呢还是相反的呢 相反的 就很容易可以看出来 那么什么叫春心呢 就是我们对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会 都要弄得清清楚楚 春心就是春天的心灵 春天的心灵是什么呀 特别敏感 春天的气候 春天的这个什么 万物的生花 亮丽 最容易引起每个人的怀思啊 所以这时候的年轻人 是不是最敏锐 彼此之间互相吸引的情感啊 所以 旺帝的春心 结果他有没有达成啊 他无法达成 因为那是不伦之恋 旺帝也因此 辞掉了他君王的地位 把这个君王就给他的宰相去做 而自己呢 就这样 惆怅而始 所以他的灵魂 转化成为杜鹃鸟 所以旺帝尊心 托杜鹃 这个托 各位知道 托的意思是什么啊 完全的依存 完全的托入 所以旺帝和杜鹃鸟之间 是不是也是形神合一啊 他完全的转化成杜鹃鸟 旺帝的那一份恋情 旺帝的那一份这个什么人生 他在生命对主性的这种对百姓的这个慈爱 观照 是不是也都寄透在杜鹃鸟身上呢 所以杜鹃鸟我们说过 他为什么叫做子龟鸟 因为他就在鼠地边 看到行人奔波在外 他就说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旅游在外是很危险的 你们赶紧归家 他看到龙夫在耕这个什么春天到来 还不去播种耕田 他就吹羹 快点去播种耕田吧 所以他有着吹羹鸟 吹出百姓耕种的牛 所以这里边是不是象征着 他生命里边也有过要为百姓服务 为自己开发一个为国为民的事业的情怀啊 但是呢 他也有一种情感上的无奈和惆怅 因为他确实有恋爱的对象 可是这对象显然是悲苦的一种恋情 我们在考察 其实他太太和他情感是相当深厚的 李毅三为什么还见义思迁 不清楚 他还没有说 因此纠结在他心中 是如此 这是另外一种情调 所以这两种情调 就是他华林里边的两种情怀 和生命境界 好下边 这一句 南天 昌海月明朱友类 是汉哪一个 是汉庄生小木迷物帝 还是望帝孙春心偷渡间 是呼应的 是呼应的 呼应哪一句啊 好 昌海月明朱友类 赞成呼应庄生那句的举手 呼應旺帝村心偷渡間的舉手 當然 書有類 顯然 那麼 南田日暖一生焉呼應的嗎 呼應莊生小夢迷乎的 也就是說 這兩種情調是交之呼應的 莊生小夢迷乎的呼應南田日暖一生焉 旺帝村心偷渡間呼應長海一名豬有類 而且 章法的結構也常常這樣 四句的話 所謂呼應 中間兩句 過夢 過夢 好 那這個呢 長海一名豬有類 又是典故啦 那就說 在南海啊 有個地方呢 有一種絞人啊 絞人就是等於我們說美人魚啊 他呢 哭出來的眼淚就像一顆一顆尊珠那樣 還有呢 說南田這個地方 陝西的南田縣 有人可以把義種下去 那譯也會生意出來 這個就是 典故 可是典故裡邊 有時候是活用的 活用的 它只要在 從這一句的意下 各位 這世紀 我們要解讀以前 這世紀 我們要解讀以前 這世紀 我們要解讀以前 就應當要 使出了我們所說的怎麼樣 我們所謂的文法結構 就是意義情境的 詞情所要用的 就是意義結構形式 好 說這個 我們從第一句開始 謹色 無端 五十賢 請問這一句的意義結構形式是什麼 謹色 就是主語 無端 五十賢 就是素語 所以這裡邊 重點在謹色 是什麼樣的謹色 是什麼樣的謹色啊 是無端 五十賢的謹色 所以你不知道 如何談起 一選一注 一選一注 是回族語 這個詩 華臉 一選一注 詩華臉 那麼這一句呢 各位看看 就有不同的解構法 裝生 小夢迷糊的 重點在哪裡 裝生 什麼樣的裝生啊 小夢迷糊的 裝生 如果呢 裝生小夢 裝生 以小夢為主語 主語 你不定 就是這樣的語法結構 這個 這個如果當素語的話 這個素語是由小夢迷糊 對這個句子 做素語 重點 重點在什麼 你採取的是裝生 裝生 講的是什麼 一輩子講什麼 逍遙 是小夢迷糊 是小夢迷糊 對那樣逍遙的裝生 所以他 所以他這個 就拿這兩個人物的 樹 來 來作為他華臉的 兩種不同的 內涵 旺帝春心 跟偷杜絕 也一樣 所以這個 這說 就是語法的 嘴希和語 做自性的去了解這個句子 有很明顯的關係 清楚了沒有 好 那麼最後呢 各位 如果我們呢 長崖月明 豬有類 把它當兩個句子 因為長崖月明 而豬有類 這就兩個句子 對不對 這個豬 豬語 共子 說子 那長崖月明的結果 又怎麼樣 變這個月 是豬語 什麼樣的月呢 蒼海之夜 所以他是 豬語 明 就是他的豬 這是兩個句子的 前因後果的結構成事 可是如果呢 你要跟他解讀 這個豬才是豬語 詩言 我們說過 最主題的那個字 那個詞 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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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人的眼睛 是靈魂之窗 這個詩句裡邊 整個詩句的劃場 由他展現出來 那個叫詩言 如果一首詩裡邊 最令人欣賞的 那就叫什麼 個句子 各位 就叫謹句 我們會這個什麼呢 常常可以把那個 銀魂上口 剛才我唸給各位的 那些句子 就是 檢測 檢測之句 整首詩裡邊的意見 由他們做代表 好 好 如果拿豬 那這個豬是什麼樣的豬啊 是滄海月明的豬 有勒 豬就變豬 那麼這個豬 在滄海 有月明之下的豬 豬對滄海來說 大還小啊 微不足道啊 豬的這個光產 對光明的月亮的光 又是怎麼樣 含微的不得了 所以請問 這個豬 會不會哭泣 會不會濁暢 我李桑妍 有才有得 家事背景也是官犯人家 可是忠於呢 有這樣的招力 我 結果 結果 就像滄海遺棄那樣 我的失落 就像在夜明之下 花不了光場 我 我的 我的 生命 我的 心靈自戀 很 七重 念我 都沒有 是不是很豐富啊 就是豬 來比喻 就像裝身晃帝來比喻 李桑妍 自己 形容他華麟的情感 同樣的 南天日晚日 你南天日 你南天日 然後欲禹生煙 就是一種零劍 這都沒有錯 對 這都沒有錯 但是情境怎麼樣 沒有那麼深厚 廣播 所以 詩的多異性 就是這樣 詩的多異性 也像剛才呢 他的這個意義結構形式不一樣 詩的情境 靜靜 就深淺厚 就差 說 你如果 你如果把 豬和 一 作為李桑妍的象徵 如我們所說的 意義結構形式是分詩 掌握他怎麼樣 最精確 最精彩的部分 那就大大不一樣了 南天 在這裡 不必要當作 地名來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個對比 如果他當地名的話 沖海要不要當地名 就是地 這對比 所以 南天都是 碧莉的 緣緣 碧莉的緣緣 碧莉的緣緣怎麼樣 碧莉緣緣 碧莉的緣緣 在這樣之下的玉 你看 南田裡之中的玉 是最珍貴的 南田裡邊的玉 溫潤的華財 被暖日把它照耀的光輝 是不是更陰影而上 光澤這個什麼 四色啊 但是 深遠 煙是怎麼樣 象徵的玉的光澤 華財 陰影而上 但煙也是怎麼樣 長啊 不久就消失了 所以 為什麼 所謂 無焉 是這個人 所以這也是誰 他 生命裡邊 他最珍惜 最可以撐到的 那這兩種情感 就是交織著他華年的歲月 此情 此情 可待成追 此情就是華年之情 當主語 可待成追 這四個字 都是怎麼樣 多數 動詞來形容這個意 可待成追 就是術語 此情是足語 此情是足語 可待 帶著求 成 一求了 就出現了 就完成了 追 只要一想 就浮現了 所以這個意思說 這個情是怎麼樣 他的華臨之情是永駐胸脯的 還是已經遺忘了 永駐胸脯的 隨時一追溯 就浮現上來 因為他是跟著 等於和他的整個生命是連根帶結的 湊中交織在一起 所以這個情是永遠不能明滅 這一份的感覺是永駐心頭 隨時一想就浮現 永遠不能磨滅 可是這種磨滅是什麼 主事 主事是什麼 主事此情 那個主事的宿當動作 當時以往來 就是宿的壽子 他的族語是怎麼樣 就是華臨 華臨之情 以往來 當時 又是這個術語裡邊的族語 以往來 又是這個當時這個族語的術語 所以我 葡萄哥說過啊 詩的這種 違法結果啊 必然常常省略了族語 動詞 受詞 對不對 所以讓我們 難以掌握分詞 受詞略 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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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詞 都可以用 符合詞 又可以用 子句 重疊的子句 所以也显得很神秘 也是这个缘故 总结的那份情就是当时已经往然弱势 现在没想起来 也是沮丹挽端 所以我想这首诗就是这么样的意思 而我们中国的学者 古代到现在 常常要落实 要付费某一件事 这样反而会浇注 鼓势 自己就反而不通达 因为他是用着神话的掌握 描述的是不可难以原先的情感和遭遇 而他的目的在司法里是绝没错 他的那份情是涌住心头 往然落实 是绝对可以掌握考察的 我因为在掌控时间 所以把这个做一个例证 让各位做一个简单的结束 我们现在讲俗文学 因为俗文学有书 我们下个学期呢 会对每一个俗文学的类别 速度会更快 然后留更多的时间呢 来谈民俗记忆 也希望呢 我找我的学生呢 来带着他们的艺术 给各位做示范表演 比如说我们谈说叉 就请他们来说叉 在中国的文学里边 这些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的重要性 说叉 自古到现在 是采取哪些多样的事 有什么意义价值 说叉的艺术 能绵延那么多年 可以说从先情到现在 这些社会 就会想一件事 乐业的事情 通常你以前